今天是今天中午的會議決定的 所以這個我們王執行長中午就過去不逃了 剛剛部長有講出來這個北部醫院的名稱 為何這次會選擇公布這個醫院的名稱 這有時候很難免 因為這個名字就一個禮拜都在腦海中盤旋 那有沒有設立指揮官的制度 那可不可以分享說這個指揮官是哪一位專家 我們現在就先派這個我們的衣服會的 叫我們應變組的副組長王必勝醫師 不過我們現在今天是今天中午的會議決定的 所以這個我們王執行長中午就過去不逃了 那先看他把這個整個組織體系架構 把它架構起來 剛剛部長有講出來這個北部醫院的名稱 因為因為上次一個醫院的群聚的時候 部長也有好像也有脫口而出那個醫院的名稱 那為何這次會選擇公布這個醫院的名稱 謝謝 沒有選擇公布 是你們剛才跟我講說我已經講出來了 這有時候很難免 因為這個名字就一個禮拜都在腦海中盤旋 很難這個 那有時候也很難 整個情況都是要不斷的在天天都在接觸 然後看這些案例 時間序 個案序 病房序 等等的 所以大家也不自主講出來 不過確實也讓大家所講的一樣 然後不講也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確實他這個事態讓大家能夠明白 那也是也好 他們所講的 會不會 他們在訪問 不要我 怕你 有 你 有